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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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OO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我非常非常非常 想要吃泡麵 為了滿足我自己的 口腹之欲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做 台式炒泡麵 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出一道韓式炒泡麵 如果想學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好嗎 說到炒泡麵 我不知道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泡麵是什麼 但是就我自己而言 我第一個會想到的 最強最好吃的泡麵 就是統一肉造麵 我印象中小時候有一次 有一個超大的颱風 但是什麼颱風我忘記了 那一次我的母親 煮了一個超豪華的 肉造泡麵 就是有 有蛋有肉有海鮮有蔬菜的那種 超級豪華超浮誇的那種泡麵 我到現在我還記得住那個泡麵是什麼樣的味道 我這一次的炒泡麵就是以這個方向下去做的 沒有到超豪華 但也算還蠻豪華的炒泡麵 然後它的料理過程雖然有稍微一點點繁瑣 但是它做出來的成品真的會讓你非常滿意 就算是有朋友來你家 你做這道炒泡麵給他 他們也不會覺得你 隨便弄一點東西就給他們吃了 真的相信我 好來 看一下食材 紅喜菇去掉蒂頭 然後把它剝開來 放在旁邊備用 蒜頭的部分把它拍碎或者把它切成片都可以 洋蔥切片 洋蔥切成大約3公分的小段 滾一鍋熱水 然後滾了之後把我們的泡麵丟下去煮 然後不用煮的太爛 稍微讓它把麵分開的時候就可以撈起來了 因為太軟爛的話口感變不好 剛剛煮泡麵的湯順便煮一下我們的蛤蜊 蛤蜊開了之後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然後記得要用蓋子把它蓋住 不然蛤蜊它會縮水 再來起一個油鍋開中小火 鍋子熱好了之後就可以把我們的五花肉放下去 先逼一下它的油脂 大約五分熟的時候 然後把中間留一個位置倒一點點油 然後把我們的洋蔥還有蒜頭放下去爆香 炒軟之後加紅洗菇下去律師炒 炒軟之後加紅洗菇下去律師炒 再來就把麵放下去一起炒 把麵給撥散 那這邊我為了讓它顏色漂亮一點 所以我加了一點點的蠔油 然後白胡椒是增加香氣用的 可以不要加沒有關係 攪均勻之後就可以接著把我們的蔥段放下去 那把蔥段跟麵結合之後 香氣出來之後我們就可以出鍋囉 超豪華的台式炒泡麵 分享給你 喜歡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都可以留言給我喔 謝謝收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Bye